3月31日,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举办开放日活动 女子火化班首次亮相 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年轻班组 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次全新尝试 四位火化师全由女性担任 她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火玫瑰 据介绍,火玫瑰班组于2022年初成立 由四个毕业于专业院校就读殡葬专业的女孩组成 火化师负责人魏彤说 当大一体的火化工作已经不像过去只是简单的火化 现在更多的是服务于逝者家属,服务于逝者 女火化师独有的女性特质更能帮助家属舒缓心情 女性呢,她有她的特点 温柔、细致、感性 让家属更容易接受 不像男性火化师感觉那么生冷 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女子火化班组 服务于两个世界的人 当初我们招收女性的时候呢 我们也面临一个困难 就是说是否有人愿意干 但是我发现随着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呢 其实年轻人很容易接受这项工作 走进火化室 火玫瑰班长云晓琳正在向大家演示遗体火化流程 这个呢是我们操作火化设备的一个遥控 然后我们整个火化呢 是先由四名礼宾人员将是抬起来 然后放到火化床面上 然后呢我们火化师呢 会首先看那个摆放的正确不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入炉 近年23岁的云晓琳 从事火化师这个职业已经三年 她也是八宝山殡仪馆 近20年首位女火化师 从业之初 她经历了不少质疑 不论是领导还是同事 都认为这个工作对女生来说太过辛苦 到了夏天 火化室里的高温酷热难耐 穿着特制服装的火化师们 更是大汗淋漓 云晓琳说 她也曾有过退缩与动摇 但她不想放弃 她说这是为了弥补 自己心中的一份遗憾 因为我也去世之后呢 就是我没有送她最后一程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遗憾 永久的遗憾 但当我做了这份工作之后呢 我送走了好多好多逝者 我也接触了好多好多家属 有时候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吧 我们火化师嘛 其实不仅仅是守护着火化炉的那一扇门 而是守护着生命 走向人生的尽头 我觉得我们更是灵魂的百度者 刚刚工作六个月的姚子晴 是一个林林后 本身学习护理专业的她 在听说学校开设殡葬专业后 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更感兴趣 便毅然转了专业 她说走出校园 来到殡仪馆成为火化师 她才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 快速成长了起来 之前的话 我可能对于生命 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感想 但可能来到这里之后 我可能就是可能会更加珍惜生命 我也可以去更好的 安慰我的亲人朋友 就是面对这种死亡的时候 该如何正确的去面对 就是怎么去引导他们的一些悲伤的情绪 如何帮助他们更快的走出来 对这些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成长 谢谢大家